李青情义重 小虎抱完恩 下重手 抱打老冬架 人神被锤到退化为鱼 七秒记忆 直接摧毁RNG 哥姐说看麻了 汤圆你是鱼吗 少王是真要选的吧 这不选少王吗 对 一定要选少王 不然四五楼又要选永恩 这种奇怪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个RNG 可能还要帮个孟年这样的话 他们一定要帮孟年 把孟年处理掉 不然有左边双C 很怕孟年 而且孟年关灯 瑞尔开团 少王开团 卡莎飞过来 下一个还可以往个孟年加赛恩 哎呃孟年加奥文 右边微博是可以往孟年加奥文的 丁 丁黄 怎么说 马丁 啊 要不直接选孟年呗 对啊 然后五楼选个奥文 记了 拜拜 RNG幸福 只能说这都没想到 只能说RNG这个BP做得太差了 上路康德问 惹赛要表演 只能玩肉了 BHard 回上题没问题 石头人有道理 石头人没问题 石头仔也可以 然后孟年关灯的时候 石头 石头绕后 B中啊基本 躲不了 记 这个还是记了 我只能说RNG肯定是没有猜到对面会选个孟年 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做 他们看到孟年之后才知道 哇操完了坏了 有个孟年之后奥文 所以他们直接选个 奎仓提交部 没错 这 是 左边这个双C打团是活不了的 Q拍过来这EWRB一个FLY坏 哎 哎 回来吃个冰剩6了 那没事了 怎么还好剩6了 加上BHard自己有小失误 Q交早了呀 大招直接飞 大换蛋 能不能恐惧到 恐惧到了 你也要死了 闪先追 小虎也有闪 必死无疑了 这波威威机会找到这敢往前忙直的 还扔掉了 哇没了 难受 然后威威还可以反击F6啊 这样的话威威领先一级啊等级 威威好果断啊 是为什么 两个大二续飞都被格打了呀 不知道啊 难道孟年的W算 这挡一段就算挡两段吗 这波有点怪啊 然后第一下威大招没底消掉 没把他转起来 哎第一下转不起来 第二下也转不起来了 第二下有那个盾 正好全打 哦第一下是人在空中飞的时候 正好抵消了 对吧 第二下盾到了 那没问题 专业 梦魇飞的时候也是施不可打的 再推回来换个大招 我直接交闪了 因为昨天没有大招了 打野装备现在差有点多啊 挺进都已经有了 小谷还逼了一个闪 小谷还逼了一个闪 威威这横着走了呀 挺进梦魇 没闪啊 没闪 他沙皇没大问题不大 赖到这里可以逼个Fly 敢飞吗 吸 过来直接飞谁 LP反向闪进草 想多了 LP反向闪 这什么意思 这肯定会被看到呀 汤原前面被推出了闪现的 汤原跑不了啊 老真回来了 微博记 正常玩怎么感觉玩不了 而且 但是比哈特怎么在这 比哈特来这 早上还没爆点 但是未来一个人 三杀了 咯你这不怎么弹啊 也死了 这个时候 葵你怎么会再下落呢 葵伤体为什么来了 小布 卧槽 布雷哲 布雷哲 来到这里 本来要跪拜的 拿了三个头过来碰队友 布雷哲立功了 我有布雷哲天功 闪现过来天魔 硬生生 换掉了三个 LP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没懂啊 我感觉还错了 我感觉都还错了 往后闪 按到小地图了是吧 你敢往哪闪这个 是啊 往下面闪啊 他感觉飞过来的是石头人 然后他 有人说往下面闪现布龙大呀 布龙是队友啊 兄弟们 你把队友的技能都要躲啊 现在 我现在还是有优势啊 坐后小龙 但是经济领先 这个阵容 经济领先其实很爽 本身应该是一个 前期劣势的阵容 先锋团想来接 布雷哲一个人的优势 能不能带领队友大翻盘 到底打不打 惹赛交TP 还是想要打 关灯 抢不抢先锋不抢 直接走脸 打不打勒扑 美门屌勒扑 到底要打谁 到底要打谁 不知道打谁 慢慢出 猴子主动进场 哥里师傅 撞三个 可以怎么直接变秒 比哈德大招 爆炸了 爆炸了呀 比哈德 比哈德 小菩 赛哥 小菩 还在推了 四个 小菩 这才是小菩 这才是小菩 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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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闪 但是没有减速的 小菩 小菩 还上头了 小菩 虽然不能打来 虽然不能打来 虽然无心疯了呀 虽然 这一波上头就找 没有Q小菩 想PG点死别人 直接点死 但是汤圆来了 原神来了 没闪 也不能 不敢进女王洞 哇 这波 大招形态 回上帝 Q Q Q 杉没减速的 可怕Q杉过就后悔 全后悔 这波 原神 大锅 闪现大招空了 原神 第二次进来看 RG还更大了 哇 这波 W闪就不会多了 两个 如果 他已经大导 这个小菩萨 小菩萨肯定是被打残药 越加 太紧了 太杀 你能怎么说 这两波没打过 RG有点太伤了 直接熊鱼 松松过来 浪了一下 诶 什么意思 怎么死了 简单吗 成定了 呃 完醉了 容易被传染 怎么说 来逮小威了 这边好简单 一人打一只 小布怎么办呢 小布很重 这个困扬机有点重哦 动之前 你们要想一下 想清楚了 反正突破再大招大一下 要后悔感觉 还行有大招的 紫赛 感觉RNG有点难呀 他们的阵容 石头人大后盘 莫言一关灯 RNG现在反正是防不了的 不知道干嘛 就为大龙 收粉的一致 没问题 微微面具已摘 没想到吧 老子还是收粉 收粉的门驼 多微微 但是这里有个四眼一只没牌 好 没问题 神的这是鬼仓铁 下来直接 拉与耳 自费武功吗 直接先秒辅助 看起来还行啊 这波 瑞尔直接被秒 为什么呀 高地 盖开不开 不盖开就开 少粉 低功了 还行 左边要回家 放小龙 拿大龙主动 也没问题 直接飞 找安妮 啊 没有机会 之前还有可能要被反秒 莫言自己 大龙没了呀 感觉要输了 完了完了 怎么再送起来了 微博 哎 那RNG真可以动小龙了呀 动大龙 动小龙 都能动 反正没打野 都能动 RNG感觉要赢了 怎么说看到了 探源回程的位置 虚空锁低 要直接飞了来他 直接BIG FLY 安妮 这波演唱回第一波 飞你的时候怎么飞的 忘了安妮 已经忘了 RNG还要打吗 这要打吗 这波 这波还要打吗 要打要斗指啊 要窩音了 现在快来看大龙 刘金松 刘金松踩 刘金松踩得还可以 怎么肯定要上了 就推四个小虎 小虎要封神了 推了三个 报价了 要结束了 好像 真要大骂安妮 这波打绝对没道理 包子没道理 中了 一个团面加对面大龙加小龙 那就 下班 那就恭喜 微博金 这波如果说 探源 没有被逮到的话 等他踢出来是可以打的 但是探源被逮了 感觉就会又停手了呀 探源这位就回家 只能说 找个安全的地方 狐狸家大龙是有用的 但是 只能说赖子早就会找到有用的 刘源这一波 太差 哎 汤源你什么情况 第一波被孟严飞怎么被飞的 忘了 同样的位置回程 我发不了 还还放反 不能放反的 角度没放对 他把状态补完 击出来 谁被拿下了 这个 太純粹了 鱼吗 你是汤源 只有五秒钟进一 狗子才被孟严飞一波 要不是汤源失误 感觉微博记这把真悬呢 把杀杀杀黄成型了确实赖 最后可 闪现EW带回小虎 小虎这位置 直接被秒了 不是啦 不是 胡锡还在尽力 好 闪现EWQ3是必中的 再大招带回来 比亚特又立功了 哎我已经 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这个场面 就狗巴EW2连 谁都防不住嘛 哎呀 一闪 WQ 这波还真怪不了小虎 只能说太快了 比亚特 你能说 确实还是那句话 在会玩这个英雄的人面前 这个英雄真的太牛逼了 是 延缓了WB7的行动吗 要这样说吗 主要是没有打清理 是真的完全打不动这个德赛 德赛挂机30秒 他下去哪个卖卖 下台吗 要跟粉丝合影再上来 也不会死 哎 微博打大龙 打到一半又不打了 什么意思啊 呼吸 开不死吗 呼吸什么意思啊 下台回来吗 但是小虎这里不会开大的 就打个被动 开回来吗 开回来哟 你敢开回来啊 哇 你看沙皇这伤害 来了 又是找小虎 但小虎又跟苗表 这波技能没接散 那找了呀 小虎再一推 啊 你被秒了 雅飞也倒 OK 恭喜微博 小虎尽力了 小虎存在尽力 布雷泽想要顾忌重施 但是有表 小虎这波 有个秒表 小虎又立功了 小虎 小虎这回有表了 开不到了 插一个超神 小虎这么推了十几二十个 但是MVP 我会偷给日赛 可能说可惜啊 康杰 鱼的记忆也害了他 可惜了 康杰太可惜了 他们这边这样不行好吗 太被动了呀 很简单啊 真的就是忘记二伍了 百分之八 忘记那个年了 我确定忘记了兄弟们 不然他们不可能突然 妈呀来一个什么 过游战魁奖提 对 不过游战魁奖提